我国在2014年宣布建设智慧国 目前已迈入日益数码化的社会 而政府表示将继续深化这方面的机遇 同时加强数码领域的信任与安全 建设更强热的数码社会 主管智慧国计划的通讯及新闻部长杨立明 在国会辩论部门开支预算时指出 在SyncPass、PayNow和执照申请平台等 多项数码应用的助推下 国人对政府服务的满意度 从2016年的73%提升到去年的84% 企业对政府服务的满意度 也从64%提升到79% 政府接下来将继续扩展 部分应用程序的应用范围 例如目前已有4万多次流感疫苗预约的 健康服务预约系统 也开放共预约人类乳头状流病毒疫苗 其他疫苗接种服务 日后也将能通过网络来预约 部长也透露 当局已启动政府网络安全运营中心 更好的利用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技术 保护官方网络系统 防御网络攻击 更多相关系统也将移到云端 以提高安全监控和威胁检测能力 帮助 保护 如 防御网络 防御网络 感谢观看